第三次交手 广煞南蓝主场对决辽宁南蓝 郭艾伦 赵继伟 赵佳仁打不了 孙明辉带伤出战 对于辽兰的打击肯定更大 没有大脑 如何运转起来是一个大问题 广煞队核心阵容基本都在 只要正常发挥 三煞没问题 果不其然 广煞队一上来就压着辽宁队打 沃顿进攻犀利 不可阻挡 防守全队发挥 迫使对方出现七次的失误 攻防碾压一度领先14分 辽兰没有赵继伟和郭艾伦 年轻后卫不给力 运球都不稳 张震灵低迷 没有站出来撑着球队 加上篮板球保护也不好 打得非常糟糕 第二节调整回来 辽兰的进攻效率有所提升 张俊豪表现可以 成为骑兵 韩德军连续妙传 解决组织的问题 广煞队进攻断电 奥卡福不给力 被打了一波8比0 优势没有了 胡金秋和沃顿上来后 两人立刻得分止血 防守端也让辽兰得分势头中断 效果立竿见影 分差重新拉开 莫兰德强投三分 打破得分荒 顶住胡金秋 反击杀伤篮下 一己之力止住颓势 张震灵三分球还是没有啊 浪费非常多的机会 不然就反超了 胡金秋反击快攻得分 断力迁伐篮 张俊豪突破上篮打三分 大冒沃顿 莫兰德又冲起来了 辽兰终于反超比分 44比43 断力迁掩护犯规 张震灵三分球终于命中 断力迁三不沾 莫兰德得分 一波15比4 辽兰49比44反超广煞 两队各打一截好球 因为很多年轻人 因此非常不稳定 赵继伟和孙明辉太重要了 没有两人 两队无头苍蝇 打到哪就算哪 就看谁的手感更好 下半场回来 两队打得都不好 磕磕碰碰 不是打铁 就是失误 得分非常艰难 两分钟2比2 胡金秋快攻得分 莫兰德掩护犯规 孙明辉冲击篮框 广沙队率先找到节奏 比分追了上来 莫兰德张俊豪连续失误 奥卡福孙明辉接连得分 广沙队反超 56比53打停五个 福格和韩德军回来就火 效果不错 两人的挡拆配合可以 比分再反超 朱俊龙反击快攻 终于得分 奥卡福空位三分 双方交替领先 韩德军 富豪 张震霖得分 辽兰再反超 随后辽兰不满判法 乌哥 福格 韩德军 木喷才判 福格更是怒杂皮球发泄 吃到技术犯规 辽宁球迷大喊黑哨 辽兰节奏被打断 李金孝三分命中 71比67打停五个 裁判吹罚的确有争议 不过辽兰不够冷静 杂球肯定是不行的 两队本赛季的比赛 总是充满火药味和争议 赛后肯定少不了一番讨论 广沙队主场优势 主要孙明辉可以坚持作战 赢球还是大概率的 辽兰需要骑兵 否则很难 这可是课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